OK 大家好 欢迎朋友来到红柱柜游戏时候啊 我们现在带来的是一个平常很少看到的一个版本 恐龙快大的一个魔改版本啊 叫三别技版 这个版本很多人应该没有见过 现在是最终boss战季端了 应该啊 先打第一季端 他会有好几个形态的 第一形态很轻松 两圈三圈加一个投机啊 就可以把它轻松给球掉了 后面就要开始 第二形态了 当他记忆化到第二形态的话 那整个画面就会 顿时炸出好多好多小boss出来 从这一刻开始 那么就是缺木乱舞的一个时间了 改版 这是一个魔改版本啊 恐龙快大 三别技版 我估计给我 十个币也 够枪能够通关 解决这个boss 现在首要目标是盯着这个变异的大恐龙使记者啊 因为你打小大兵没什么太大意义的 打兵就是来消耗你的体力的 只要击败这个变异的大 博士恐龙 那么 就可以解决战斗了 他一挂掉了 其他人就不会被控制掉了 成败在此一举了 前面那么久的努力 就看这一波了啊 这个版本 前前后 打到现在 打了一个半小时了 接近啊 打了一个半小时了 其实也许是一位十分有实力的 玩家 国内应该 在这个游戏里面 他应该算得上是 S级的一位玩家了 哇 哦 难道说要挂 还有最后一条命啊 没有挂掉 没有挂掉 在最后一刻 KO掉了 暴死 给他点个赞 若 在这边 没人 在这边 没人